真材看板 真材廣告 还是报纸通通都在真材 台湾产业界闹出缺工慌 新政院长赖清德终于出招 赖奎找来相关部会召开会议 要解决缺工问题 他还点出台湾2016年 整体失业率明明就只有3.9% 算是相当低 就连最新公布的9月失业率 也只有3.77% 怎么还会缺工呢 就业参与率本来就是偏低的 就是台湾是长工时低工值的问题 要求不会盘点企业到底缺什么工 赖清德还认为最大关键就是薪资 把矛头指向企业界 呼吁要替劳工加薪 此话一出却引起工商团体反弹 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义就说 很多具危险性或较粗重的工作 是没人要做不是薪水的问题 连立委也批这根本不是解决之道 我觉得可行性不高 那产生的效果也不大 要是劳力市场 没有跟整个就业市场 迎合结合 你薪资不够高 没有人会想要去工作 不过小老百姓对加薪斗士很认同 民众企业看法两极 另外赖魁还抛出要锁定青年妇女 跟中高龄就业族群 提高就业诱因 补充劳动力 而且还要寄出两大租税诱因 第一要将员工分红等奖筹工具 改采分离课税 以鼓励半导体等高科技业留财 第二还要恢复过去五百万元额度 给予个人投资抵减 那是没有用的啦 租税减免会增加 会增加投资 就经济效果不大 不过看在专家眼里 认为只是短期效益 看来政府恐怕还得端出 更强而有力的对策 否则只能眼睁睁看 人才一点一滴 从台湾流失 东森采集新闻张教授张士奎 综合报道